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称为礼仪之邦 这是在全世界真正少有的 这个国家 这个族群 这块宝地上的居民 有礼有义 实在是太可贵了 那我们现在把礼仪 疏忽了 忘掉了 忘了多久呢 大概150年 这个时间不很长 但是也不短 今天 我们的社会遭难了 永远在那里 老祖宗的教会 疏忽了 受到老祖宗的惩罚 祖宗没有不爱自尊的 没有不照顾后代的 这些灾难 它的目的在哪里呢 大概是让我们觉悟 是逼着我们回头 我们要不回头 我们束手无策 没办法了 一定要把礼仪 找回来 礼仪是什么呢 礼仪者 仁义离止先也 世间道德也 这五个字 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叫五常 我们传统文化四个根本 五冷是第一 五常是第二 四维是第三 八德是第四 中国千万年来 就靠这四样东西 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 太平神势 利益之邦 好些社会都从这来的 老祖宗东西用了千万年了 中国由文字记载的是四千五百年 就是文字是四千五百年 皇帝是后发明的 皇帝以前没有文字 有没有文化呢 肯定有 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相信 决定超过一万年 为什么呢 印度婆罗门的文化 有一万三千年 我们不会输给他 所以我们从孔老父子 他老人家 谈话当中 他所说的 他说他一审 数而不足 幸而好苦 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 数而不足 是说他只是叙述古圣先贤的教会 他自己没有创作 没有发明 那一生 所学的 所修的 所教的 所传的 全是祖宗的东西 对老祖宗 祖宗的东西呢 他相信 一点都不怀疑 很喜欢 幸而好苦 这种 求一学的态度 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社会年轻人 他们学习态度 与这个完全相反 相反 学不到东西 说相反了 你学习的是皮毛 你得到的是洛宿 不管用 换一句话说 有害 而没有利 也许大家看到 眼前有利 但是 十几二十年之后 问题出来了 就正像现在的美容一样 很有效果 没话 马上就改变了 十年二十年 你苦不开眼了 毛病都出来了 为什么 他不是自然的 美容是破坏 自然生态环境 你自找库持 所以我们要 相信老祖宗